以后 少儿 我送你啊 不用你送 不赌气了 好吧 你都可以默示我的意见 直接开始做市场调查 你还叫我不要赌气 好 我不跟你赌气 我跟你讲道理 行了吧 我知道 你为了扩大经营产生利润 所以你才开始大批量的采购时 才我不反对 但你能不能跟大家商量之后 一起做决定啊 你说的都对 但是咱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你和郭一扬在后终那么的忙 我还要去完成我爸的挑战 我不是不让你发言 我只觉得时间还没有到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我放弃当厨师的时候是吗 你和郭一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你不想我再当厨师了 是吗 这事啊 我跟你保证 等过我一阵子 我把事情我原原本本的 我全部都告诉你好不好 高兴 你记不记得 你在三亚跟我保证过 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可以一起去扛的 小周这件事情 不是别的事情 你扛不住 你扛得住 那 谁能跟你一起扛 路大小姐 什么 对 还有人脉 有资源 有资源 有资金 还对你一片情深 小 我跟他没关系你是 你是在误会我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真的是工作伙伴 合作关系 你怎么能误会我这件事情呢 你还说我误会你 你看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根本就不是我以前认识的 那个高潜 也许高雅说的是对的 你跟路大小姐才是一路人 为了利益 可以一步一步地退让 甚至可以为了利益 让我一步一步地退让 你不能这么说我 那很多事情 你真的不能知道 等一下 那你解释给我听好不好 你告诉我 为什么 你告诉我 好不好 我跟陆兴俊 什么都没有 好